星期一,馬來西亞交通部長廖中來指出 在莫桑被黑發現的兩片飛機殘骸將被送往澳大利亞核實 驗證他們是否屬於失蹤的馬航370客機 廖中來在星期一的一個活動上向記者說 最近由美國遊客發現的殘骸正在是馬來西亞得到安全的保管 他還補充說,一個駐南非的馬來西亞團隊 他預計將會在這個星期從一個在莫桑被黑度假的南非家庭地方 取回另一片殘骸 這個南非家庭將殘骸帶返南非 廖中來表示,殘骸隨後將會被送往澳大利亞接受國際調查組的檢查 馬航370客機在2014年3月8日從吉隆坡飛往北京途中失蹤 當時機上總共有239人 駆垂眠 李站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